我们现在到了杨湖 这里海拔是4400米 含氧量只有12% 所以毫无意外的高反了 昨天我们一路过来都是狂风骤雨 想今天能不能等到一个好天气 结果等了5个小时 天空终于放晴了 杨湖是真美呀 杨湖是真美的 所以我们准备在海拔4400米的 这么漂亮的杨湖旁完成一项挑战 自制葬式甜茶 我们准备了红茶 白糖 枸杞 红枣 还有纯牛奶 高原器官和套锅终于派上用程了 这些东西买了一年多 从来没用过 第一次用就是用来煮奶茶 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第一步烧点水备用 第二步红糖和白糖倒下去 小火慢炒 刚才在半奶茶的时候 见了我一身 白色的衣服全都脏了 现在的步骤是 下牛奶 牛奶和水的比例一般就是1比1吧 这也是我在网上查的攻略 哇 已经能闻到茶香和奶香的味道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红枣和枸杞放下去 哇 自制奶茶就做好了 在大佬极度缺氧的情况下 居然开启了胡思乱想的模式 想在未来一年的房车旅行中 完成100件从未做过的事 来尝一下 甜味和茶味都比较适中 味道很好 我觉得比外面的任何一家奶茶店 做的奶茶都更好 以后不需要出去买奶茶了 自己在家里面做就可以了 挺简单的 今天就算完成了第一件 自制奶茶 而且特别成功 特别好喝 这是我喝的第三杯奶茶了 我觉得我们的房车旅行有了新的意义 景色会堪移 但有趣的事却并不是千篇一律 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我们的100个挑战 今天的第一个挑战成功 现在是下午4点半 我们刚准备离开这儿前往日卡泽 结果天空忽然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水面一下变得与众不同了 太美了 美得太不真实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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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车地非常的好找 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营地 停了很多房车、床车 我们的车停在这儿 那前面过去拐过去还有一排 全部都停满了 我们找到这个车位是整个营地最后两个车位了 运气挺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准备做饭了 晚上11点呢还没有吃完饭 非常非常的饿 准备做点简单的方便面 吃了就准备休息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语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 我是你旅行上的好朋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